比亚迪的混动和电池技术如今在国产车里已经算是独步天下 再加上它们日渐成熟的外观设计 近几个月比亚迪车型的销量也就在持续的窜升 日前在工信部我们又看到了一款比亚迪的新车 它就是全新款的比亚迪唐一威 此前新款的唐一威的陆式车已经被拍到 这一次也算是看到了新车的真容 新的唐一威换上了和汉一威原普拉斯相同的前脸 舍弃了原来的熔岩设计 这让它和燃油混动车型有着更明显的区别 辨识度也更高 除此之外新的唐一威车长增加到了4.9米 而宽度高度和轴距都没有变化 新的唐一威侧面和尾灯的造型也没有改变 但尾部后雾灯进行了重新的设计 造型和前脸是相呼应的 新车的电动机进攻率为168千瓦 此前有消息称新车的最大续航增至700公里 最低续航也可以达到615公里 如果该消息属实的话 那么新车的续航将会有巨大的提升 也就解决了电动车里程焦虑的问题 估计新款车型的内饰倒是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 而其价格可能会在30万左右 关于新款的唐一威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 并且会第一时间给您带来新车续航的具体数据 空性揦机 空性揦机